講到投票 目前這個國家是充滿著壓迫的 不只是對於保守派的壓迫 這些是沒人在乎的壓迫 真正的壓迫是什麼 是對於美國的明星 那些搞音樂的 他們才是真正被壓迫的 有一個女歌手叫做Lizzo 我不知道她是誰 我也沒聽過她的歌 她手拿著獎盃 然後叫大家說 一定要出去投票 要來喝止在美國的壓迫啊 什麼什麼什麼 Yeah 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不過她應該是目前在美國 最不被打壓的一個人了 在現在這個文化裡面 被打壓好像是一個非常驕傲的事情 每個人都在找各式各樣的方式 說自己是如何被打壓的 事實上就是這個人 她跟所有的人一樣 有一樣的憲法權利 她想要買什麼 應該也沒有被限制住 你看她的身材的話 應該吃什麼 也沒人限制她 這就是為什麼 她在台上說的東西 都是很不清楚的 她沒有在說 我們應該要用我們的選票 來反對什麼東西 或是支持什麼東西 她也沒有說要投票給誰 不要投票給誰 也沒有說她是如何在被打壓的 她只是在說 美國是個很壓抑的國家 快速去投票 這就跟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啦 在2024的時候有一個 好像沒有唱過多少歌 但是很有名的饒舌歌 所謂做Puff Daddy 中文好像什麼 吹牛老爹吧 我那時候好像是高中生 我很記得當時的口號 非常清楚 她當時的口號是 Vote or Die 去投票 不然就去死 那大家跟我回憶一下 對 那當時 這就是一個民主黨 一個 pop culture 的一個回應 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小布希拉下去而已 我當時其實就覺得很奇怪了 因為 我覺得 這兩個好像不是唯一的選擇 就是 我如果沒有投票的話 我就會死掉 這樣有點 over the top 但是當時 美國的饒舌歌手是最紅的時候 所有的年輕人 都在講同樣的事情 但是其實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前因 不知道後果 我當時也不知道 只是一群人 無腦的被灌輸一個口號 然後在那邊 為著掌權者叫囂 當那些掌權者的打手 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一個女的 穿著很貴的衣服 手裡抓著黃金的獎杯 在那個地方說 天啊我好慘 我被壓破啊 一定要去投票喔 一定要去投票給那些好人 不要投給那些壞人 因為他們會 壓破我 這個 計畫還有方法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用 Pup Daddy那個時候 Voter Die 最後也沒下文 小布希還是當了第二任 但是 他們改變了一個東西 他們獨佔了 壓破這個詞 或許在2024的時候 我們還會覺得說 他們好像真的是很被壓抑 活得很壓抑 但是現在真的是全力轉移了 現在我們看到BLM啊 LGBTQ啊 那些人出來組織活動 後面全部都是千萬億萬的大公司 大企業在後面推著 現在回想起來 他們在那個時候 就一直在我的腦子裡 一直洗腦了 告訴我說 自由派沒什麼用 自由派被打壓 信仰很愚蠢 我不知道下面這個影片 大家有沒有看過 但是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是那時候每個人都在傳的 是在說 自由派就是在被打壓 被這些保守派 偉善的 宗教的 信仰控制 美國如果要變強的話 就必須變得跟其他國家一樣 才行 你能說為什麼美國 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嗎 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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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有福開的國際人的女人 中國人的自由 英國,紫书,美國,澳闐 英國,澳門,美國 澳門,澳門,澳門,澳門 是自由的 就在我早上有足夠的高級東 我覺得核賣人有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有絕對你絕對提起 只有絕對言之說 我們是最大的王國 我們7人的數字 27人的數字 22人的數字 49人的數字 178人的數字 第半個 第三個 优优优独播剧场—— 这个是十几年前的电视剧 我没有全部放完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上YouTube上面找 就是这样的议程 让我们的孩子认为美国不是好的 美国必须要变得跟其他国家一样 才可以变得更进步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到现在这些自由派 推行变性小孩叫做自由 堕胎叫做自由 开放我们的边境 摧毁我们的货币制度 封锁全国的经济 只因为一个小感冒 但是同时却在性病感染 极为严重的情况下 让同性恋的妓院继续营业 各式各样的议题 全部都失去了基本常识情况下 他们就是会失去选票 他们就是会失去像 Joe Rogan那个样子的人 就是会失去美国绝大多数的民众 我们为什么会来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的思想很开放 美国的文化很开放 在美国你想做什么 只要合法你就可以做什么 直到我们失去了基本常识 我们就是要回来 我们就是要来修改我们的文化 我们就是要来把正确的价值观 重新植入到我们的文化里 那些不是压迫 是拨乱反正 所以说不管那个Lizzo会怎么说 我们最终都会得到胜利 我们会被打压 会被压迫 但是这个世界上正常的人 比神经病多多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人可以勇敢的做正常人 不用伪装自己是个神经兵 或者是装自己被打压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